代理女士 在这个实验中 我们会用鸡蛋 模仪一下帮助一条條的情况 首先,我们会用一条 没有弹性的绣 去釣取一只鸡蛋 你看,雞蛋爛了 我们转用一条有弹性的绳重复一次 咦,雞蛋没有烂度 同学知不知为什么呢?